热线12今日关注 首都知识产权界徒步大会 足迹2017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手机游戏公司 涉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公安部 严打网络诈骗 网络犯枪等违法犯罪 天眼下的贼影 不要叫话 叫话弄死你 4月20日至26日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 中午好各位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来看今天的热线快报 昨天上午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举办了一场知识产权界徒步大会 近千名知识产权工作者参与其中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 为加强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的关注 4月22日 以足迹2017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为主题的 首都知识产权界徒步大会在北京举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茂瑜 国家知识产权局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东峰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汪顺 顺义区人民政府区长高鹏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今年我们第二次举办这场活动 主要是考虑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界的沟通与交流 扩大知识产权的社会影响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全社会的认可度 活动在北京市顺义区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 此次徒步大会全程六公里 来自知识产权工作相关的单位代表 大学生志愿者 新闻媒体记者等一千人参加了此次徒步大会 您好采访您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么一项活动 就是想没事的时候出来走一走 然后挺好一个机会 那您对知识产权有哪些了解吗 觉得知识产权现在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现在网络信息越来越发达 如果没有产权的意识的话 其实会发生很多的纠纷啊一些问题 知识产权主要包括著作权 商标权专利权 然后以及一些商业秘密和不尽当竞争的 全民健身吧 然后那个知识产权局组织的这次活动 我们觉得特别好 徒步活动中 主办方设立了知识产权专题宣传区 用展板图文等各种形式 宣传知识产权在创造运用保护 管理和服务等各方面的相关知识 那要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话 是能做哪些就是说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努力呢 那主要可能就集中在是著作权和专利权上面 因为著作权的话 就是你个人的一些文学艺术 以及科学作品的创作所得的成果 然后专利又包括你的发明创造 然后外观设计之类的 首先是从我做起来 比如说旁边我们碰到的一些盗版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我们可以随时的看到 然后及时的反馈 我们就是一个审查员 是一个专利级的审查员 我觉得首先我把我们工作做好 让我们的授权的专利能够很稳定 此次徒步活动在为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营造氛围的同时 进一步引导社会公众增进对知识产权的了解 进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活动也加强了北京市知识产权工作者 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工作对接 为深化知识产权界的相互合作形成合力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去年电视剧《微微一笑很清诚》的播出 曾经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 然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网易公司因为在游戏当中 使用了《微微一笑很清诚》等关键词 被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告上了法庭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2017年4月12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 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起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是在去 也就是2016年的 应当是在 我们六月份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发泄了这种清却行为 原告北京大神圈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称 《微微一笑很清诚》为知名作品 原告经授权取得了 将该作品改编为游戏的权利 原告发现 被告于2016年5月上线运营的 《倩女幽魂》手机游戏 使用《微微一笑很清诚》 《微微一笑很清诚》手游 等多个关键词在手机百度 苹果应用商店中进行搜索推广 还在其手游下载网站页面中 使用《微微一笑很清诚》小说封面人物图像 以及小说人物名 《一笑奈何》等进行宣传 使游戏玩家可将被告手机游戏 与《微微一笑很清诚》 在游戏改编方面相关联 构成仿冒和虚假宣传 我们诉许请求主要是提了三项 第一项的话我们是要求被告 停止相关的不正当竞争行李 也就是说停止相关的这种使用 涉及到微微一笑很清诚游戏 微微一笑很清诚手游 等关键词的这种推广宣传 同时我们也要求被告赔偿相关的手势 另外一项重要的诉讼请求 就是要求被告 在相关的网站当中进行公开的一个赔例道歉 被告方律师代表朱继国表示 网易公司与小说原著作者 以及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影视制作公司 都有亲属相关的合同 对于小说中某些关键词的使用行为 是合理合法的 那么实际上网易是经过 郭文老师授权拍摄电视剧 由电视剧的制片方 来跟网易进行了深度的商业品牌合作 这样的一个商业品牌合作的权利人 那之所以有这样的纠纷 实际上是因为微微一笑很清诚 这七个字 它既是小说的名称 也是这个手游的名称 还是电视剧的名字 那么这样 网易基于跟电视剧之间 是有一个深度的品牌合作的 这样一个合同协议 加上实际上有这个具体合作的事实 在进行商业宣传的时候 不可避免的就要用到这个电视剧的名称 这个不正当竞争案件 特别是近几年来设计网络的网络游戏 这种不正当竞争案件 其实它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就像这个案件 原告提出2000万元的赔偿额 其实还有就涉及到知名的游戏 知名的小说等等 所以社会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停审当天 由于原告方不同意进行调解 本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近年来 我国持名商标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相关部门在保护现有持名商标的同时 也在积极的加强其他企业 持名商标的申报动员工作 进一步提升商标的品牌建设水平 持名商标的认定 是对拥有较高知名度商标的一种保护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防范棒名牌搭便车等行为 使企业在商标争议纠纷等案件中 占据有利地位 因此 虽然持名商标被明令禁止作为广告宣传使用 但其依然可以享受不同于普通商标的特殊商标保护权利 市委市政府对商标的发展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 是历来的非常大的 除此之外 在实践与商业经营中 持名商标的知名度较高 在政府与公众当中的认知度也比较高 工商部门在侵权打假时的力度 自然也比一般商标要大 现在就是说市场上基本上看不到 就是本地市场 基本上看不到我们就是伪灭产品的 同时持名商标的市场信誉度高 在进行商标权许可转让时 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用于质押 融资 投资 信贷 招投标等商业行为时 也更容易得到支持 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来说 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期贵州省安顺市工商部门 不定时对该市老字号进行实地查看 现场指导企业如何从权威认定 荣誉专利 经济指标 产销明录 广告发布等方面 收集申报资料 并对商标品牌知识 申报持名商标的条件和途径 以及商标产权的运用和保护 进行了详细讲解 我们申请中国的持名商标 主要就是对我们公司的品牌进行有效的保护 最终是能够公司达到变效全国的 这样一个知名品牌 下一步贵州省安顺市工商部门 将继续跟踪帮扶 畅通联络渠道 实现精准对接 及时帮助企业完善申报材料 打通企业申报持名商标的最后一公里 推驻企业从产品经营上升到商标品牌经营 走商标运用与品牌提升的融合发展之路 4月21号公安部召开专项行动会议 从5月1号起开展三打击一整治 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网络诈骗 网络犯枪等违法犯罪行为 记者从会上获悉 电信诈骗 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打击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2016年 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8.3万起 查处违法犯罪人员5.2万人 同比分别上升49.6% 67% 为群众挽回损失25亿元 打掉违基站犯罪团伙1060个 全国共破获盗抢骗现行案件129.5万起 在持续打击下 台湾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由2016年初占全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30% 下降到现在的10%左右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 一些职业犯罪呈地域性集中的特点 对此 公安部先后挂牌 广西滨阳 河北丰宁等12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 江西宜春 湖南磊阳等12个传统盗抢骗犯重点地区 目前 这24个重点地区已由当地党委政府负责 对违法犯罪开展综合打击治理 今年 公安机关将继续推进落实 部省市三级刑侦部门 直接侦办跨区域案件 对网络犯枪 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同时 联合工信银行等部门 对电信诈骗形成全链条打击合力 好 来看今天的热线故事 我们经常能在这个影视剧当中 看到金店被截的惊险的画面 然而这一幕却真实地发生在 山西太原的一家金店里 两个蒙面的男子光天化日之下 居然是抢劫了六十多万元的黄金首饰 那是谁胆子如此之大呢 我们在观察 也在思考 当我们穿透事件的表象 就会发现 在社会的点点滴滴中 在生活的分分秒秒里 有一种立场始终值得坚守 有一种精神永远在我们身边 春节将至 蒙面劫匪突强金店 不要叫话 叫话能死 劫匪分工明确 各负其责 应该是有过类似前科的嫌疑人 天眼追踪 尽献其功 天眼下的贼影 热线十二即将播出 2017年1月23日 太原市公安局 小店分局 平阳路责任区刑警队 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在小店区长峰街的一栋械子楼里 发生了一起黄金抢劫案 接到报案后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接到一起报警 在我们辖区一个鞋子楼上 一个金店内 有两名男子 进入店内对被害人进行挟持 抢作了价值六十余万元的黄金首饰等财物 当时农历春节将至 太原市公安局 小店分局辖区内 突发恶行案件 这给正准备过年的祥和气氛 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接到报警后 市局领导高度重视 各警种陆续赶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 民警立即安抚 受到惊吓的电源 了解案发时的情况 并调去了店内的监控录像 查看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一名戴眼镜的犯罪嫌疑人 扬装成客人 和店员开始聊了起来 他当进来就问 有什么戒指 我说黄金的 还有别的吗 我说还有钻石翡翠 还有啥 我说还有影视的 说完字三句话就去了 他说 你这有卫生间吗 小文像往常一样 接待这位来店光顾的客人 热情地讲解店内的手势 这名客人对柜台的展品 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 好像并不怎么感兴趣 看完柜台手势后 他借故要去卫生间 却突然就控制了小文 突然被控制的小文 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遇上了劫匪 这是他从也十多年来 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受到惊吓的小文慢慢冷静下来 他决定尽量满足劫匪的各种要求 小文被劫匪逛在卫生间 接下来另一名同伙进入金店 开始实施抢劫 十几分钟后 他们一共抢走了价值 六十人 仓皇逃离了案发现场 案发之后 警方立即调取了周边的监控 试图锁定这两名逃跑男子的路线 可是这两个人 反侦察能力似乎都很强 很快便消失在监控的盲区当中 那么警方该如何来打破僵局 找到他们的落脚点呢 被抢劫的金店位于太原市小店区 长风机的一幢写字楼里 相对于大厦的底商 这里显得比较封闭 客流较少 据被抢店员小文说 金店是他和以前一起 卖黄金首饰时的两位姐妹一起开的 因为资金紧张 租不起邻机的商品店铺 只能开到价格相对低廉的写字楼里 这个店在这大约开了三四年 一般因为是相对封闭的写字楼 它一般都是俗客来购买 就是说有朋友了 亲戚了 这些人 一般情况下 别人不会知道这里头有个金店 被抢的金店位置这么隐蔽 做的又是熟人生意 那么犯罪嫌疑人会不会是之前在这里买过黄金首饰的客人呢 通过那个现场那个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的截图 我们让北海人进行辨认 看是不是熟人作案 但是经过辨认之后 店员们之前都从来没有见过 在金店的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对自己进行了伪装 打个子的嫌疑人 扮成顾客控制店员 小个子嫌疑人对店里的黄金实施抢劫 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从这个动作跟这个手法来说吧 可以说是应该是有过类似前科的嫌疑人 不是熟人作案 但是却对现场如此熟悉 侦察员大胆推断 嫌疑人有可能提前采过点 知道写字楼的这家金店 根据金店监控中 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侦察员从大厦周边的监控录像中 查找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看能不能找出嫌疑人更为清晰的影像和录脚点 我们就走访这个商场周边的一些小商铺 就在这个西门北侧 最靠北的一个地方 发现一家这个苹果专卖店 我们就开始调取这个监控 从这个监控里头 我们突然发现就是有一高一低 两个人匆匆忙忙过去 一个穿的红马甲 这我们就基本确定就是这个嫌疑人了 侦察员通过店里的监控录像初步判定 犯罪嫌疑人离开大厦时的时间和方向 这一给侦察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侦察员一路寻找沿途的监控录像 一路沿途走访居民 希望能找出有价值的线索 苹果专卖店的北侧 是一个小区 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高层小区 我们又去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 看了一下这个监控探头 发现嫌疑人是从这个小区广场的这个南口 进入这个小花园 侦察员通过调区小区周边的监控探头 以及对周围群众进行走访 逐渐摸到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行动轨迹 发现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对金店周边的小区路线相当熟悉 而且两人是分开行动 各走各的路 路上两个人几乎没有交流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逃离的过程 只走这个小街小巷 他不选择大路 他的目的也是为了逃避我们这个侦察 小路小巷更容易逃离 这个脚上的一个探头 发现这个嫌疑人是朝北走了 从这个监控看见这个嫌疑人 他都没有走这个小区的通道 他是从这个小区这个小花园里头一个走廊 穿过去 一直在这个北门出现 北门外面小街巷 咱们没有发现这个嫌疑人的身影 然后这个北门斜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层小区 咱们在这个低层小区的这个南门 发现这两个人进了小区 一直往北走 到了小区门口我们发现这个大个子就右拐了 往这个出了小区门朝东走了 这个小个子出来以后就朝西走了 朝东走的到了门口一看就消失了 监控里的大个子嫌疑人怎么突然凭空消失了呢 经过侦察员的现场勘察 发现小区北门一东一西的两个监控探头的中间地带 居然是一片盲区 正好拍不到过路的行人和车辆 那么大个子嫌疑人究竟去了哪里 没有发现他离开了这个行踪 但是他本人不可能在这个路的中间段 一直长久的停留 怀疑他在这个盲区之内 应该就乘坐了交通工具离开的 侦察员从现场和监控录像里看到 嫌疑人消失在小区监控的这块盲区 从此经过的车辆比较复杂 自行车 电动车 摩托车 出租车 自家车等等都有 而这些车辆都有可能是嫌疑人逃走式的交通工具 我们先这个把这个目标放在这个电动车 或者摩托车这个身上 然后就看了 但是一直从这个电动车摩托车这块 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符合大个子提摩特征 以及衣着特征的一些这个身影 通过监控中的一些影像和现场排查 侦察员推断 大个子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乘坐出租车 或是自己驾车离开了小区北门向东逃走 监控中的大个子嫌疑人暂时失去了踪迹 但是穿红色衣服的小个子嫌疑人可以找到 周边的几个监控探头 记录下小个子嫌疑人的行动轨迹 当红衣的犯罪嫌疑人在青县北街上停顿了一段时间 发现路边有一个白色的轿车 缓缓驶过来 红衣男子上了这辆白车 向西驶入了这个冰河东路 逃离的现场了 我们怀疑这个白色的轿车是不是黑衣男子驾驶的 警方怀疑大个子犯罪嫌疑人开车过来 接走了小个子犯罪嫌疑人 侦察员再次认真对小区北门向东行驶的小轿车 进行了认真查找 发现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开后 并没有一辆相同颜色相同款式的小轿车出现过 这就排除了大个子嫌疑人开车接走红衣小个子的可能性 那么开白色小轿车的驾驶员又是谁 和这起案子有什么关系 侦察员再次对上车区域的监控录像进行了分析研判 这个小轿车停到他身旁的时候 先是车里头的人摇下了副驾驶的车窗玻璃 这个嫌疑人和车里头的人说了几句话 然后这个嫌疑人就上了车 根据这个反应 我们推断出 嫌疑人和这个白色小轿车的驾驶人 很有可能就不认识 如果要是认识的话 这个小轿车停到他身旁 这个嫌疑人肯定会直接就上车 穿红色夹克的小个子嫌疑人 坐着驶来的白色小轿车离开了现场 车子向西驶入这个快速路 很快便在监控录像中消失了 为了弄清楚嫌疑人下车的落脚点 侦察员对本市相同颜色的车型展开了排查 并于当天找到了开车的车主 通过这个车主跟我们说吧 他是路边看到这个人 回家了想挣两个钱 就问他了 坐不坐车 对方说坐车了 坐上以后 把他拉到这个瓦窑村上就放下了 从车主内里警方了解到 小个子嫌疑人在瓦窑村下车后便不知去向 一切信息都中断了 嫌疑人为什么会去瓦窑村 难道两个嫌疑人会在瓦窑村碰头 还是另有原因 前期侦察员到瓦窑村实地了解后 发现该村是太原市万百林区 正在拆迁改造的城中村 大部分已被拆迁 侦察工作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转组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侦察员继续在瓦窑村进行排查 另一路返回案发中心现场 重新细致地勘察现场 对被抢店员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询问 希望能发现新的线索 被抢的店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 心情已经平复了许多 他又向侦察员反映了一个新的情况 案发前一个多小时 接到过一个电话 我们就问他 是个什么人打来的电话 他说和正常一样 都是一些老顾客 或者是朋友介绍过来 要买首饰的一个电话 因为不熟悉地方 要被害人给他发送一个地点位置 他就给这个号码编了一条短信 将他们店的详细地址发送给的对方 侦察员推断 这个号码很有可能和两名犯罪嫌疑人有关 有了这个电话号码和短信 可以说给陷入僵局的侦察工作 带来了一丝惊喜 如果顺利可以通过电信部门 找到嫌疑人的踪迹 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就觉得 有了号码了 这个嫌疑人的情况可以落实了 但是对这个号码再一深查 这个号码已经暂时无法接通 已经停用了 线索再一次中断 刚被点燃高涨的情绪也被浇灭 专案组的民警们围坐在一起 各输几件 把整个侦察工作进行了剖析 看哪里还不够完善 哪里还没有想到 是否有更好的弥补方式 或突破口 专案组呢 有人就提出来 我们查不到去路 也查不到联系的方式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来的呢 这个是我们唯一的追踪的方向了 专案组的民警们再一次 坐在监控路向前 仔细分析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的来路 是否和逃跑路线有所不同 民警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周边大厦和道路的 所有监控探头都调取出来 安排大量的侦察员 进行地毯式查找 认真查看案发前后 接近大厦周边的可疑画面 经过大量的工作 侦察员惊奇的发现 嫌疑人再次出现在监控路向里 在这个案发现场 这个协字楼西边的一个天眼 探头地下 发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当时我们吃惊的是 这两个嫌疑人并没有 就是说放松这个警惕 从这个准备进入 案发现场的这个路上 他们已经警戒了起来 已经这个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而且一到了这个监控探头地下 还刻意把头递了下来 现在是基本能确定 这两个嫌疑人是从这个 是乘坐公交车到了案发现场附近 然后又步行进入案发现场 公交车 现在我们这往回排查 这个公交线路 看看这个嫌疑人是从哪个 公交站点上车 然后我们感觉肯定 他和上车的地方有什么关系 我们下一步再往回排查这个公交线 往这个方向查了 通过侦察员对大量的监控录像 仔细查找 在多个监控里看到了犯罪嫌疑人 经过的身影 最终确定两名犯罪嫌疑人 是从公交车站下来的 侦察员顺着公交车来势的路线 往前查 每个公交站台都没有放过 观察在特定时间段上上车的人员 终于在一个公交站台看到两名嫌疑人 进入站台的身影 终于在平阳路老金云新村的公交站牌处 又发现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这两个人从此处上了公交车 这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个惊喜 离公交站牌最近的是老军营新村 侦察员在老军营新村附近的监控中 再次看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侦察员大胆猜测 两名嫌疑人很有可能就在新村周边居住 老军营新村是太原市的一个城中村 当地村民自检楼房对外出租 因为价格低廉 所以租客较多 侦察员便在村里的网吧 饭店 棋牌室 出租屋 进行摸牌走榜 经过这个不信的努力 终于在这个老军营新村的一个深处的出租房 找见了房东 他反映了一条线索 他说这个红衣服的男子 这个身形很熟 很像之前在他这租住的一个租客 叫刘某 这个刘某是在三多月之前来到此处 根据房东提供的租房信息 侦察员初步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刘某1985年出生 陕西清旭人 前科人员 犯过偷窃和抢劫罪 曾进过监狱 侦察员对刘某的社会关系 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最近和他联系 频繁的一个人的情况 进入咱们这个调查视线中 这个男的叫任 咱们就把他的这个身份情况 也调查了出来 和这个查看他的一个户籍照片 发现这个照片和抢劫现场的一个 大个子男的 长得是极其相似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任某也有前科 他因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这么多的巧合遇到一起 侦察员初步断定 刘某和任某很有可能 就是抢劫金店的嫌犯 根据出租屋里的摆设情况 刘某不像是远走的迹象 很有可能返回这里取东西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专案组便在出租屋附近 安排警力进行蹲守 专案组安排了一组人员 在此处蹲守 结果我们没有等到刘某的出现 反而突然见到任某的声音 来到这个出租房 嫌疑人任某被抓获后 刘某也很快被侦察员抓获 至此黄金抢劫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他们对抢劫金店的事实供认不讳 那么刘某如何知道这家金店 欠下巨额赌债 这算不算是垒犯 最终的两刑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是否构成垒犯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 按照法律的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在执行刑罚完毕之后 五年之内又重新犯罪的 才叫做垒犯 那么对于垒犯应当是从政处罚 实际上这里面 对于垒犯的规定 是不包括过失犯罪 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 片子中都交代了 这两个人都是有犯罪前科 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 他之前犯罪和这次犯罪的 间隔时间多少长短 所以无法进行确定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 是预谋抢劫 并且实际抢到了60多万元的 这个金手势 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 他们将面临的是 抢劫罪的处罚 并且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对 实际上我们还发现 这两个人 他是刑满释放的人员 是的 那么刑满释放人员 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改好 对这个社会 不再造成二次伤害呢 第一 本人应该是自食其力 走正道物正业 因为任何的力量 对他们帮助 都是助人自助 第二点就是 我们应该建立 对他们这种 跟踪和反馈机制 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 减少这种再犯罪率的发生 第三点就是 我们应该减少对他们的歧视 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机会 让他们能够重新的融入社会 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和一个美好的生活 好 非常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江志强律师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也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节目 再会 13年前 一期惨烈的杀人案 震动一座小县城 刚进大门就发现 大门底下有一滩血 十年服刑期间 他一直坚称自己无罪 继续声速 绝不能放弃 一场看似 已经尘埃落定的凶杀案 为何争议却从未中断 山西临坟 男子因包庇罪入狱 十年申诉 坚称无罪 上级 热线12 明日播出